听这个名词很令人好奇 手腕就是手腕 为什么腕海里面还有隧道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腕隧道症候群呢 这个腕隧道是指我们手腕 这个八块骨头上面有一个横韧带 附着在上面 那这个八块骨头它是一个拱形的样子 所以这个里面有神经 有韧带有肌腱通过 所以看成是一个隧道 常见的这个万隧道症候群 就是这个正宗神经被压迫的现象 我们叫做万隧道症候群 所以正宗神经是指这黄色的每一条 还是只有中间这一条 正宗神经是指这一条 这一条黄色然后到这边分支出来 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它手在麻的时候 手在痛的时候 就是这一二三 这三个指头以外 我们的无名指的内侧也会跟着麻起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会发炎 会疼痛 就是涵盖这个范围 所以你这样看它是里面痛还是外面痛 一般会在我们的掌内面 所以它是在这里产生了压迫 所以压迫到这四个 压迫 然后这个神经发炎的产生讯号 让这边觉得麻麻的痛痛的 那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万岁道症候群 好 一般会发生这样的人 就是他的工作的性质是属于重复性工作的很多 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农妇 常常要拔菜 这个种菜 要搬种 比如说厨师 那有的呢 比如说用电脑画图的也会 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洗碗的功能 它都重复的工作 甚至这个木匠 他每天用这个榔头或是空气枪 他手一直握着同一个器具 不断的工作 休息不够 他就有这个现象 那万岁道症候群它主要症状是什么 就是突然刺痛 这一节刺痛吗 它不是整个手刺痛 我们刚刚讲 就是神经过的 大拇指 食指 中指 还有加上无名指的内侧 它会容易麻 那什么时候最麻 睡到半夜最麻 为什么 因为它睡到半夜的时候 血液循环最不好 那血流量变慢 体温变低 那它就压迫到神经 它就开始有麻的现象 那有一些患者来都说 我骑机车 一停红灯 我就要马上手要放下来 甩几下 我才会舒服 为什么要甩几下 那因为它压迫的时候 它会痠痛 甩几下之后 把肌肉震动一下 那个压迫感减轻了 它就不会那么不舒服 所以这样讲起来 这个不需要治疗了吗 久了之后它会沾黏 而且你手之头本来只是麻 会变得痛 甚至你整天就没有办法工作 整天就胀胀的非常不舒服 那一沾黏了 到最后都是要开刀了 医生您刚刚说沾黏 为什么会有沾黏这种现象呢 我们的组织 不管你在什么状况下 它一直有在新陈代谢 包括我们的头发 所有的黏膜 皮肤也一样 我们的身体的软组织 包括所有的五脏六腑 它其实都有一直在新陈代谢 那这个地方如果压迫了 它的黏膜还是会再长 那长得越长越厚越歪 它就会沾黏 沾黏之后 那个现象就没有办法自己解除 即使你靠休息也没有办法解除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只能外力开刀是吗 如果说沾黏得很厉害 我们甚至用针灸用手法 效果都非常有限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建议转介到医院 再看状况是不是一定要开刀 是 那如果是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它有万岁到症候群的时候 它最好就赶快治疗 以免有沾黏的后移症 对不对 是 对那会不会有那种 搞不清楚状况的一个情况 会 因为我们这个手麻的症状 它有好几个原因会形成 比如说你的颈椎压迫 好 你的这个腋下神经虫压迫 你的这个肘关节的附近的神经压迫 都会产生我们手麻的感觉 那不同的颈椎不同的位置 它产生的麻会不一样 所以有人手一麻都觉得说 我是不是颈椎压迫了 他们有的甚至会认为是中风 只有一边都认为是中风 其实不是 就是因为只是万岁到症候群 产生的一个现象 所以主持人问得非常好 很多患者他误会了 他去掉脖子 他去什么 去做一些推拿按摩 他处理的地方 其实是在最末梢这一段而已 我们真的找到的是 他是这个横刃带去压迫到 所以我们就处理这个地方 不需要 一定要处理到这个 所谓的颈椎的地方 所以中医是怎么样 可以知道他是万岁到症候群 当然这个还是要靠理学检查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做的 比如说我们叫他这个两个手 比如说弯90度 大概停30秒 手背靠手背 手背靠手背 他就会麻起来了 那个就是 可能他就是万岁到症候群 再来我们会敲一敲 敲这里 他会麻麻的 我们从这边敲下去 他这个讯号就会从这边跑出来 他就会麻麻的 像我个人在处诊 我会把患者两个手就按住 压住他这个地方 这里 是不是摸起来比较肥厚 摸得出来 摸得出来 然后一比较都出来 压压看会不会比较痛 他有压痛感是不一样的 那符合了 我们就大概可以断定是说 他可能就是万岁到症候群 所以一般民众也可以这么自我检查 可以自我检查 就是这样子嘛 对 两个手背靠手背 对 然后这个手腕跟手肘 就这样 90度 靠在一起 可以靠在一起90度 OK 等于是垂腕90度 30秒 如果会很麻 麻得很明显 很少会两手同时麻 那如果有一点点麻呢 不要理他 当然就是说程度上 他我们可以去鉴别 这个刚开始还是比较严重 有的一靠上去就 我已经很麻了 那就很有问题 是是是 OK 像我的这个患者当中 做早餐店很多 尤其是做肩胎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这样弄 这样子弄 所以他在这个重复操作的过程当中 他摩几群 比如说他的这个生腕肌跟那个驱脂肌 还有要抬肩 这三个动作一连起来 我们的这个持脑骨就会被翻覆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角度会变得不对 把这个横刃带就撑起来 撑起来一压 就会往下压 压迫的时候 这个正宗神经就压到 就发炎 发炎那个讯号很容易被传递出来 所以这个麻的现象 还有痛的现象就容易产生 其实就是说伤科来看的话 他要检查部位是比较全面 比较广一点点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会不会扎针是比较好的一个 也比较有效果的一个治疗方式呢 当然 我常常也这样勤劳 假如这个地方压迫住 这个地方红起来 代表灯泡亮起来 请问主持人 你认为我们就换个灯泡就好呢 没有把灯开关关掉啊 还是把灯开关关掉就好呢 还是要整个线路要看一下 都要吧 我们的想法是 要把整个线路 整个回路要看过 要检查过 没有问题再来检查开关 再来检查不亮的灯泡 或是这个地方过热的东西 是这样子来治疗疾病才是根本 刚刚陈医师分享了一个概念 要先离好我们的线路 才能检查开关跟灯泡嘛 是 所以我们已经离好了线路 那请问开关要扎哪些地方呢 好 其实我们如果知道说 它确实是一个万隧道症候群 然后把骨架调回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治疗 那治疗的时候我们习惯从对侧的羊铃拳开始 对侧比如说 右手痛 我们从左脚的羊铃拳 羊铃拳在这附近 羊铃拳 那羊铃拳扎完之后 我们叫它动气 怎么动呢 就用它请它的右手 就是换侧呢 往上往后绕 这样在动气的时候呢 它会把整个身体的力量 所有的肌肉都会牵动 让它筋膜松得比较快 所以是一边按一边动就对 我们就针扎着 把用这个针灸针 留针扎在这个羊铃拳上面 然后呢 让它右手动一动 那会不会这手会很痛 往上往后绕 这个时候不用扎得很深 因为它要动的时候 你不能扎太深 扎太深 它针会卡在肌肉里面 患者会非常不舒服 所以稍微扎进去之后呢 它退针一下 让它在绕的过程当中 那全身的肌肉就会松 我们讲八脉八法 所以筋会羊铃拳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再来呢 扎完对侧的羊铃拳之后 我们会扎同侧的三樱胶 那右侧的肌肉也跟着放松 一样再继续让它动气 要往上往后 因为我们平常呢 我们的手都是往下往前 所以逆向来运动 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 那肌肉松节的程度会比较好 那回到铜向呢 先扎它的肩颈穴 因为这个上斜发筋的位置呢 是我们平常 最容易酸痛的地方 因为我们整天都坐着 站着 手很少举起来 这个手很少动 所以这个地方肌肉容易僵硬 尤其在受伤的同侧 我们扎它的这个肩颈穴 再来扎它的高荒穴 这个地方也是 那我们有时候会再扎一个天中穴 这个我们叫做几下肌的地方 也是我们常会扎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肌肉常常非常僵硬 那再来呢 扎我们的这个绍海穴 在手 在手 在我们的这个 是铜 铜 铜侧 铜侧 比如说我们假设现在是 这个左手痛 就是它铜侧的绍海穴 它手山里 手山里就在我们的 生晚期的这个附近 那扎我们的内观 内观 这是常常用的 治疗一些内科的 起平打嗝用的事情 那因为它这个 跟它的解剖位置 非常的相近 因为我们的恒人带就在这个附近 再来就是大龄 大龄就是被压破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沿着这样子来扎 然后呢 边扎的时候 扎完就做一些手法 那我们现在有比较好的针法 就是我们就不留针 稍微给它点刺一下也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用比较粗一点的针 或我们用这个 甚至用小针刀 用皮针 比较粗的针 制造一个很小的创伤 让它感受到那个疼痛之后 肌肉会放松 那我们再来做手法 是哦 对 感受到疼痛肌肉会放松 是是是 没有错 这好神奇哦 现在我们在临床上 针灸大概各种止痛的原理很多 那当然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小针刀 微窗针刀或皮针也好 它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说 它制造这个小的创伤呢 让它筋膜就直接松开 第二个它这个疼痛呢 让局部的反射 它会肌肉放松 甚至强一点呢 它从大脑就会有一些讯号 让整体的肌肉都会放松 哦 所以是透过这种 有点像那个神经传导 然后让它疏松就是 是 这是其中一个 当然你要在解剖位置上 直接放松是最有效的 所以这就是您在治疗这个 万隧道症候群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是还没有得到万隧道症候群啊 那它要怎么去做一些 譬如说 有没有哪些什么动作啊 可以让它就是减缓这种症状的出现呢 好 任何的这个活动的形态 它都有一个逆向的活动 比如说 好 我们用滑鼠的人 用滑鼠的人是什么 抬肩 然后呢 伸完 屈指 你觉得开始有一点不舒服了 那我们就把肩膀放下来 甚至肩膀往后 哦 平常就做这些 逆向的往后 刚刚讲 这个肩膀往后转 就是一直往后转 往后转 第二个呢 你伸完 那我们就叫它屈完 那它刚 屈指 我们就叫它伸指 所以会有这个动作 弯着弯着 屈完 伸指 这样子内转 就好像端盘子一样 我平常会叫患者做这个动作 好 这是端盘子 就是端盘子 对 这样子做 那只要你是手部的疼痛 包括妈妈手 伸到症候群 甚至往球轴 都可以用这个运动来缓解 这个是可以缓解 可以缓解 可以缓解 因为它就是逆向而已 逆向 因为 训练肌肉 对 它肌肉本来是 趋直 伸完 那我们就是 伸直 趋完 所以那肩膀就放松了 就是往后就对 肩膀就往后 然后肩膀要放下来 不要一直抬着 那当然有时候肩膀往后绕 坐在办公桌前就可以这样绕一绕 这样绕一绕 同事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会啊 像有时候我都会这样往后伸 是是是 就是或者是绕一绕 那当然全身的肌肉它越平衡越好 你不要只动肩膀 脚也要去走一走 跑一跑 做一些伸展操 压压腿 这个包包膝 做一些架桥拉背 但身体的肌肉都很匀秤的话 它肌肉要带长的空间会来越大 它可以借远端的肌肉来 让那个力量使用的更 石木屎可以更有力的话 那发生这样的手麻 万隧道症候群 其他症状 相对就会减低很多 就是在你的那个门诊的患者当中 或者是你们研究的一个比例当中 到底是女生比较容易 得到这个万隧道症候群 还是男性 这个有意思 还是女生比较容易得到 因为女生的荷尔蒙的这个关系 它尤其达到生理周期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水肿的现象 所以它的肌腱 它的韧带 它的神经 都比较容易水肿 所以它比较容易得到 第二个糖尿病的患者 也比较容易得到 那有些说是这个肾脏病的患者 尤其在洗肾 它的筋膜 肌肉都比较僵硬 所以这样的患者 比例上会相对多一点 那临床上当然有一点年纪的会比较 大概超过30岁以上 到50岁是最常看见的 就第一个就是这个荷尔蒙的关系 第二个大概这个年纪的女性 刚好是什么 劳动最多的这个年纪 就是又职业妇女最多 除了做家事 那公司的事情要做 有的是在我们讲 那她是厨师也好 是这个做早餐店也好 都需要不断的用手 所以重复性的工作越多 这样的状况就会越明显 是 所以就说如果她在治疗的时候 会不会需要带那个护具 在治疗的时候 当然带一点护具 不要只在戴手腕 我们会建议连手肘都戴着 也就是说你藉由护具 因为护具它就有弹性的 它会分散它的力量 那如果已经轻微的 有一点万岁掉症候群 我们会让它带一个叫脱手板 就是这样整个托住的 它脱手板它主要的用意就是 让它的手的角度保持在我们生理上叫做 休息的位置 也就是说你肌肉不用用力 它就是在手掌的掌心 一直到手腕的部分 有一块铁片 这个铁片的形状 刚好就沿着你的生理的角度 休息的角度帮你贴住 所以有一些患者 他半夜会马上睡不着的 我们叫他戴个这个脱手板 他就会睡得比较好 那有一些比较严重一点的 本来要准备开刀的 这样子做了之后有的就不用开刀了 为什么 就让他随时休息 对对对 那有些患者说他睡觉的时候才戴 那我的建议是说 你只要不需要用手的时候 你都可以戴 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手就会用力 肌肉就会撑住 因为他疲劳之后呢 肌肉就会僵硬 那我们给他撑住呢 让肌肉不用自己用力的时候 他恢复的会比较快 是 那在饮食上有没有要特别注意啊 也就是说如果是你的筋膜啊 肌腱啊 或是神经受伤 就是有没有食物上要忌口的呢 一般我在临床上 我会跟这些酸痛的患者讲 其实最重要的是吃冰的东西 冰的东西尽量少吃 因为冰它本来就是会耗我们身体的能量 也就是耗我们的氧气 那耗氧气呢 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比较紧缩 这会让我们的肌肉变得比较僵硬啊 循环比较差 它的修复的能力当然会变差 那平常我们常讲呢 比如说香蕉啊 这个竹笋啊 这不太辣的东西啊 或是甚至是糯米 有没有关系 其实就临床的观察来看 是没有很重要 非常必要说不能吃 但是就是 少吃啊 少吃都没有关系 冰的东西是尽量不吃 那我还发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睡眠 睡饱就会恢复的快一点 没有睡好任何的疾病 就是酸痛也好 或是其他的内科的疾病 其实都不容易恢复 当然有时候心情也很重要 有时候很紧张 它全身肌肉都很僵硬 所以这个休息不只是讲睡眠而已 它还包括你有没有这个放松心情啊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休闲 对这些酸痛其实也会有帮忙 因为我们在这个疼痛的激转里面 也谈到这个太紧张的人 还有就是说他情绪不好啊 他都容易让他疼痛更加剧 恢复得更慢 是我想问一下 在治疗的时候 是可以热敷的吗 还是可以按摩的吗 来缓解这个 一般我都会建议用热 热就是一种能量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阳气 你热的时候呢 身体的循环就会改善 我们这样那个静静热水啊 或是给他照个热灯啊 甚至有人说用吹风机吹一吹 只要是热 我想都对我们的酸痛都有帮忙 那刚还谈到按摩 按摩的话 当然能够全身一起按摩是最好 不要说我现在手痛只按手 我们刚刚讲过 你要把整个线路都清理好 整理好 再来看看它的开关啊 看看它的灯泡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像这种只是万岁道症状群疼痛 我们在治疗也是从全身骨架去看 那你要按摩也可以找一个 全身都帮你按的这个方法 甚至找专业的人士帮你按摩 这样对你的这个肌肉的疼痛 万岁道症状群疼痛 这种麻 它其实多少会有一点缓解 但是还是要经过我们医师 来做正确的诊断 到底是这个手麻呢 是颈椎有问题 还是这个腻下神经总预压道 还是这个手肘压道 还是真的是万岁道症状群 我们要把它理清楚 不要做白弓了 是我们今天都还没有谈到 就是说中医其实要在辨证论治 那像这样的万岁道症状群 它也是要吃药吧 可以吃一些活血坏的药 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就会常用 比如说雪斧竹鱼汤 桂枝福林丸 它有一些通血活络的药 比如说用桂枝福林丸 它有桂枝 它是我们手部的引进药 所以效果还不错 所以就是双管齐下嘛 就是外用 然后跟内服都要 是